我以为我这一辈子也看不到你了 失散二三十年 一朝重相聚 母亲节前夕 在厦门市公安局组织的团圆行动认亲现场 三名年过半百的母亲 从贵州 湖南等地赶来与走失多年的骨肉见面相认 收获了最好的节日礼物 二十二年 二十八年 三十年 这是时间的刻度 但在丢失孩子的父母心中 却是抹不去的伤痕 回忆起一九九一年失散的那天 来自贵州的袁先生不禁颜面哭泣 当年 袁先生邻居正在办酒席 他前往帮忙 留五岁儿子在家玩耍 傍晚后却发现儿子不见了 袁先生一家到处寻找 而这一找就是三十年 不到两个小时避人抱走 就这样找不到三十年 你说三十年 我们心情是怎样的理解 哪里有一点点蛛丝马迹 我们就要去问的 就要去找的 2015年 袁先生夫妇在亲戚动员下 到贵州当地警方采集血样 陆入了打拐库 今年三月 厦门市公安局海仓分局 在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 失踪儿童信息系统中 发现辖区一中年男子的血样比重袁先生夫妇 三月底 经DNA复合检验 确定了该男子及袁先生夫妇失散的儿子 三十年寻亲路 漫长而艰辛 见到儿子的那一刻 袁先生夫妇压抑了三十年的情绪得到了释放 这泪水又伤痛 但更多的是找到亲人的欢喜与激动 坐车在我们贵阳市就运车的 坐不到公交车就下来走路 走了几公里路 就是这样 高线我三十多年的艳辛就实现了 今年一月 公安部统一组织各地公安机关 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基案 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 厦门警方结合政法队伍教育诊断 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深入推进团圆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还是有很多孩子 失踪基于当时的技术不成熟情况下 那一直没找到 那我们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 大数据支援DNA数据 来尽量让更多的家庭团圆 当年的小孩如今成家立业为真父母 袁先生夫妇三十年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从贵州自驾来到厦门 连日来紧奔着的袁先生笑着告诉记者 回去能睡个安稳觉了 他希望儿子能继续在厦门好好工作生活 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你放心心 该按你的方式生活 不要求你做什么 这些肯定要跟你聊啊 已经三十多年你不知道 肯定要把心放下 我确实重担心 你也不愿意 你坐下来